臭宝每日一打 给大家解决一下花火问题 第一个臭宝发来的是一个 黄金瓦莎为奇的叶子 摸起来很薄 这个是有些水大 我看到臭宝还买了个专门那种浇水的仪器 差声文句多 用个筷子就解决的是 结果你还是浇水多了 然后你适当地要给一点点光照的 宝贝 你像这种叶绿素比较少的植物 稍微给一些光照会更好一些 它原本的叶子就这样 所以这叫黄金瓦莎为奇 有水大 秋光 通风唱 别的没啥 你好老花姨又来马上你了 我的奇龟被叶子发黑 咋回事 水大 秋光 通风唱 下一个臭宝 老花姨我想请教一下 你的话说 你这么敷衍 这真不是敷衍 这真是水大 秋光 通风唱 跟话们说过无数次 我说你浇水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你如果干一点的植物很聪明 比你想象的聪明多了 它自己就也有这么水了 开始长根了 明白了吗 你浇那么多水干嘛 浇水多了根 时间长了你老是泡着 咱们手也是刷过碗 洗过袜子之类的 你手泡的时间长了发症 你再泡时间久一点 你这个手部就泡破了吗 细胞壁一破开 病女不就入侵了吗 叶子上不就开始跑了吗 整住的不就感染了吗 先控水宝贝 浇水三年供啊 慢慢琢磨吧 有个话说 我怎么判断干事 尿过裤子吗 小时候 这个你都分不了养 什么花 拉扯自己都费劲 你一天到晚 那个养活的你 这个我剪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二号自由精神 字条不是很 不是这么多 大量重叠过来影响大吗 可以修剪 你找一些个比较弱的 把一些比较弱的剪一剪 或者说你等明年春天剪也行 不过我个人觉得 现在剪其实就蛮好的 为什么说明年春天剪呢 明年春天剪呢 适合新手 就是明年春天的话 你看那些个 哎 字条上面长的牙子比较多 我比较粗壮的那个 跟那个比较细作的一分就分出来了 现在可能对咱们来说 有一点点小难度 它需要一定的修剪技术 就跟理发一样 对吧 我说你打打薄 一会儿说我整不了打薄 我说你吸一头再打 你可能就好一些 就简单 就这么个道理 稍微一盖它 好吧 我说了松土 撕肥 修剪 也就这么些事 好吧 别的没事 慢慢来吧 养花就这样 哎 我看你还挺 挺待见你的几颗花 那长长吧 明年春天吧 晚不了啊 晚不了真晚不了 现在修剪说 长寿花 这一个月花苞这样子 啥时候搬出去 现在长寿花没事 长寿花长挺好的 都二十度复花了 一看这就是二十度花 好吧 就蛮好的 蛮好的 好吧 他说这个平时比较冷的话 窗户关上 长寿花这个呢 只要不低于10度 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 你看一下温度就行了 好吧 啊 加油吧 修剪 别的没啥 这很简单的问题啊 那这个老花叶啊 家里边养的小潮蓝 小小潮蓝 胶叶子了 是病了吗 你把干叶 枯叶收拾收拾啊 另外胶水也是维持一个 干湿循环 别闲门是老胶 现在都有一些铁锈病了 你水多了 没一个好 有的话 有的时候我跟他说 干了在胶 有的话 我恨不得他汗死了 稍微用点心 你真把他当个人 看跟人喝水 一个道理 渴了就喝 不渴不喝 稍微渴一点 是吧 你再给他喝透 不就完了吗 注意盆土的一个排水 不让他积水 通风好一些 就不难 是吧 医生医生 这怎么回事 我都不用看 你水培的呗 水培的 那个水太多了 我跟话没 不知道说过多少回 水培的这个啊 你像那个根系 咱们就以我这个手为例 这个水位的话 就一半 你就顶多了一半 你超过三分之二 没一个好 水位就在一半 或者一半以下就行了 那那蒸馏的 它没你想象的那么缺水 它又不是水场 好了 今天讲问题到这里了 基本上教学问题比较多 我只能画一 先画最转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